嗨 大家好 我是Sexus Yo 今天影片很緊急 所以我就長話短說就好了 今天原本我是要拍一個 用熨斗燙牛排的影片 主要來源是因為 我有看我朋友魯先生 他有做過一個 熨斗倒著 然後上面放鐵盤 來煎牛排的影片 所以我另外有個發想就是 如果我拿非蒸氣式的熨斗 來燙牛排 這樣能不能把牛排燙熟呢 只是 我找不到熨斗 所以我現在打算改變方案 我要用筷煮鍋來煎牛排 那為什麼說長話短說呢 因為我剛剛把 放在冷凍的牛排拿出來之後 拿進去微波爐解凍 結果沒想到放了兩分鐘之後呢 他有部分已經熟了 為了避免怕他壞掉 我要趕快來執行今天的影片 筷煮鍋我們剛剛已經洗乾淨了 把火打開 接著呢把油倒進去 這裡面裝的是油 才放下去一下下就聽到 啪啪啪啪的聲音了 快點啦 這滴多慢 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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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用低溫好了 先用低溫好了 我怕我的筷煮鍋炸掉 各位知道YouTuber是很忙的 各位知道YouTuber是很忙的 我們要把牛排放進去煎喔 哇哇哇哇哇 馬上黏住 哇 瞬間黏住耶 我都用低溫了 欸 等等 鏡頭有點髒 啦 哇哇哇 LED 大危機 我從來沒有拍過這麼快速的影片 完全沒有機會讓我做一些效果跟反應 是的 快煮鍋就是這麼的快 等一下要把它洗乾淨 這是我們成品 牛排 那我們就來試吃看看吧 我們的快煮鍋 超快速牛排 加點鹽 真的有上去嗎 完全不知道 試吃時間 拍動囉 今天真的是很趕 趕到我連光都來不及打 來囉 試吃牛排囉 中間超級深 真的是只有表面熟的程度耶 不行 再下去一下喔 整個房間都是燒焦的味道 裡面已經焦了 好 好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